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 你好 梁先生 荣幸 荣幸 梁先生都知道新一特首选举刚刚圆满结束 特首合选人林郑月娥成功高票当选成为下一任的行政长官 普遍坊间都认为他会继续延续梁振英路线的管占方式 可能会继续依然是这五年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恶劣的环境 你觉得作为一个民主派议员 你觉得未来新一家政府的管治模式有什么不同呢 虽然林郑在她宣布要认真考虑参选的时候 她的确说她的说话就是她会延续梁振英的路线 但是她当选之后 我又觉得她似乎专专想跟梁振英画清界线 譬如说她在这个小三的BCA 她就一口就说我当然希望今年都不用考了 因为明年我做特首的时候都一定不会做的了 那又或者她也都提出了 说可以认真考虑拆了公民广场那三米高的围栏 现在又说她是不会再延续 由这个中央政策组进行政治审查 政府和所有法定咨询架构的委任的名单 那这些着着都显示似乎她是想摆脱梁振英2.0 这个印象 无论她是因为施政容易好 还是她真的在那个选举过程 是受到香港人所感动 令到她是要重新审视梁振英路线都好 那我想都要看她上任之后 实际上她是做些什么 林郑是很希望洗脱这个692.0的标签 但是梁振英还回过一个多月的任期 她很余下的任期 但是她在余下的任期 都好像是一个差不多落任的特首 慢慢退出这个特区政府的事务 反而继续施政她的管治方针 不断向新一届政府林郑月娥的政策上 去针对她的政策 为什么会不会是梁振英不想 去林郑月娥洗刹她692.0这个形象呢 梁振英我想对于被北京 要求她表达不再争取连任的信息 心中一直都有气的 所以她不想林郑是可以顺利去过渡接班 也都不出奇的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 梁振英都正如你所说 剩下50天左右的时间 是在任特首 我觉得如果她是给自己一些尊严 也都为香港做一件好事 最好剩下这40多天 就搞少些破坏 最好呢 就是收声 功德无量 一直以来民主运动都推动了 在香港都推动了超过30年很多 那由回归之前的民主回归论 到2014年雨傘甲雨傘运动 和近期兴起的港独思潮 这几波的民主运动发展都好像得不到一个结果 都是失败 在下一步的民主运动发展的论述应该是怎样呢 你认为 其实呢 就香港在回归20年来呢 搞到社会是越来越撕裂 香港人呢 越来越屈结 最近呢 还有很多人呢 是去 开始谈论 甚至付出行动 去搞移民呢 所有这些问题 我觉得都是因为 中央人民政府 是背信弃义 没有根据《基本法》承诺的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还有45到68条 承诺的真普选呢 是被香港人去选自己的特首呢 和所有立法会议员造成的 我觉得在中央 未曾真是 决定撥乱反正 回归《基本法》的初衷 真是被香港人真正的 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前呢 要去搞 爭取民主运动的真普选呢 是难的 所以我想我们都要有一段的时间呢 是要专注一下 在民生和经济的议题啦 因为林郑的施政重点 我估计就是这两方面 但是我就很希望 在推动 这些经济和民生的政策的时候呢 会令到香港人 始终都会明白 如果没有一套公平的选举制度 去产生政府 令到政府 擁有公权力者 是真正的香港人问责的话呢 經濟民生政策 都只能改革到 一个地步呢 就真的行人止暴了 因为当你挑战到既得利益 他们的自私的利益的时候呢 他一定是会和香港人呢 是对立的 那我觉得 始终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阶段呢 是令到香港多些人呢 是明白 没有民主 哪有民生呢 但是未到那个地步之前 就表示我们不做事的 所以我们都会 是需要 作好准备 就是当林郑的政府 她是就着教育 或者 这个对冲通 强跡监 或者是密地建屋 又或者是搞这个 文化艺术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有自己一套 是 真是亨槍有声的政策呢 是为香港人执言才行 算不算一个 另一类的 优养生息的 民主运动的论述呢 我想呢 当然我们的分析 始终都不变呢 就是除非你是有一个 充分香港人问责的政府 有一个是 普及和公平的选举 令到政府 產生是有足够的政治 認受性呢 其实香港都是很难去 驾驭和管治的 这个判断 我们没有改变过 但是问题就是 香港人似乎 现在觉得 中华共产党 都没有想着 回归初冲的打算 仍然都是想着 是要他完全去管控香港 香港人不能当家作主 你如果夹硬 现在跟他硬碰呢 很多香港人 出于实事求是 的考虑呢 也都未必愿意 做太过大的付出 既然是这样呢 我想我们不如順其自然 如果林鄭真的要搞民生 搞經濟的 那我们都一定要提出一套 比她更好 更周全的民生 經濟的配套政策 为香港人做多些好的事 令到他们生活好些 那也都增加到 香港人对民主派的信心 那到真的大家都感受到 多些这种不公平的 近真凡直式的 选举制度的祸害的时候 可能水到渠成 我们是会做得到 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在做民生经济政策的同时 我都鼓励多些人 是装备好自己 多些了解 无论是世界观 我们讀多些历史 了解多些一些事情 發生的来龙去脈 那都是一个好的装备来的 我认为 umn Hyper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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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